歡迎來到今天星期第二集的《香港人家書》 有廣傳媒的何梁某老總和MHKTV的老奧和大家做節目 老總說這麼快下個星期又有Fansgiving了 是啊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 Fansgiving首先感謝上署 秋天又到 第二 在秋收的時候 大家都要記掛過去大半年的勞動 很多人勞動的成果 當然這個感恩節也是和美國禎教徒登陸北美洲開拓新的國度 那時候那種心情和一種遠景的寄望有關的 沒錯 而且在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裡面 奸魂 接著就享受一個成果 一家人齊齊整整 更加開始就開始散業 脫離舊的包袱 就是有一個大無謂的精神 勇敢向前 追求他們的信念 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園 我想 除了清教徒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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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在北美洲裡面 religious time 不同的地方移民 去土地上面的朋友 有兒子 其實都有類似的心情 大家都是拼棄了以前舊的家園 炆炸鬚 執包袱 爬尾拉箱 大家去一個新的地方裏面 開展自己的新生命 開拓人生的一個新的章節 都是有這一種的精神在裏面的 是啊 特別對於來到加拿大美國的那些新移民 我們說新移民當然不是大陸那些 而是香港近這幾年過來的 我們都統稱新移民 特別需要記住這個感恩節的精神 這種精神將會推動你向前走 是一股很重要的精神力量 記住 你來到這個地方 是有很多傳人是不路南柳 是將它建立和付出很多血汗 有些人就可以說 前任中恕 後任成良 這都是要感恩的 沒錯 也要明白到 世界上民主自由的地方 不是說真的這麼多 連有很多人都是被極權 邪惡的勢力 獨裁者欺壓 被一些當權者 既得利益者剝削 去到這個地方 不敢說世界上的烏托邦 但是相對地來說 就是在一個美好的地方 去建立這個家園 有健全的制度 有健康的法制 和平等的社會 大家可以在地方各自所長 暫時在目前的地球來說 沒有事情比這些國家 北美洲 加拿大 美國 當然很多的朋友來到這裡 濫用這些福利 少了付出 不要忘記 這些是不斷很多的鮮烈 他們也打過很多場的硬仗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越戰 韓戰 我們加拿大也有參與過 起碼去到韓戰 我忘記加拿大有兵的沒有參加 越戰沒有的 越戰是美國的兵而已 韓戰 有時候我們也參加了很多的維和部隊 令到世界各地 希望可以近乎去到一個 普世價值的一個地步 不只是在這裡拿娛樂 希望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以為安生立命 遠離中共的一個滋擾 但是你也要幫忙 確立這個普世價值 宣傳到世界各地的任何一個地方 沒錯 普世價值不是免費就可以得來的 要珍惜當下 要發工發员 要做事的 普世價值不是坐著就會有價值 這些是幻覺來的 一定要你不去參與 不去實踐 不去投入這個社會 不投票 是的 某個地方都要奉獻的 我不是一定要推崇一些宗教式的奉獻 但是對社會的投入 對這個地方的一種關懷 對本地人的關懷 跟你身邊的關懷 要一事同仁 我們先關懷 杜魯多最近的民望十分之惡劣 是啊 這個垂直落體 喂 盧根尼斯 轉體翻腾三周半 直插入水母水法 是啊 我看了數字 2023年9月杜魯多的支持率降到連任以來新低點 有63%的受訪加拿大人不支持他 而他第一次贏得總理這個位置是2015年 拿到連任是2021年的9月 怎麼搞呢? 小道是不是應該要到改朝換代? 什麼事搞得他這麼當淡呢? 我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聲 我剛剛收到加拿大聯邦的選擇部 就發了一個電郵給我 就問我 老奧 你是不是還在香港居住啊? 還是你現在這個地步是有些不同的改變啊? 我當然就打回一個toe-free的號碼 和一個粗濃烈法國口音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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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講英文的人士 那些聊天 我竟然連他講 我給我birth 我也聽不清楚 這個叫北瓜的那個 太濃烈了 大家看看這裡 有時候不是我們的英文講得差 因為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在這裡 大家講的英文 口音都是你要習慣的 尤其是對著那些 Dalimini Boutique的聲歌 你又要聽到 聽習慣了你就明白了 但是一時之間 為什麼我發覺口音的人跟我聊天 那我當然 為什麼說笑就不說了 那就是說實話 我要登記過 我已經重新回到加拿大地方住了 我告訴他 做選民 我在哪一個 province 我在哪一個地區 給他一個重新的mailing address 給他一個本地的電話 當然我電郵就沒有轉 然後我就告訴他 我已經是去回本土裡面的不同的riding 下腳了 其實換句話說 大家都聞不到一股味的了 因為他要在大選前 verify 大家 是不是你是海外選民 還是回來 你就會決定 究竟他拿這些數據 有多少要可愛投票 有多少就是本土投票 其實風雨欲來 換句話說 我們Pedic 明年的Fansgiving 老總 我們差不多要坐定定 如果大家仍然是 除了什麼白髒 未掛得 未掛得 是啊 你講白一點 你為什麼這麼粗疾 是啊 我沒有禁忌的 大家坐定定在那裡 是不是 就可以說一下聯邦大選 就可以跟大家去做 我覺得Pedic是明年 五會二零五年 應該無亂討厭 應該是明年 就是有很多人都淨罪 杜魯多 那個民望低 說真的 你太平盛勢 你不是怎麼作為 大家都可能給你好像你說的那些政客 那些花言巧語 甜言蜜語 就碰到你 但是你在這麼多年內 內政很不行 內政很不行 是不是 我們看到了多少大事件發生 有COVID 烏克蘭戰爭 有很多的一些問題 他出來了 是不是 那麼 我們的通貨膨脹 我們的疫情 我們打這個疫苗 是不是 有很多人就說你借助這個疫苗 其實實施一個比共產黨更加獨裁 更加打壓民意的這個做法 不允許這個FREEDOM OF CONVOY COVID FREEDOM OF CONVOY 上這個Ottawa 又要逼一些人要打疫苗 戴口罩才可以上班 各方面的事情 搞到國家議員對立 很多樣的事情 現在無法避免 這個生活的生活的生活標準 又有房地產 房屋 房屋問題 是不是 租又貴 是不是 那些年輕人要幾個人租一個Apartment 是不是 大家各自有間棺材房 他們可以生活得到 很多個地方都有這樣的問題 現在是相差 未經濟衰退 大家被人Lay off 炒油 大家要拿Welfare 但是我之前也有跟老總理有別的過 去到2024年 我真是一個不小心 整個國際的大氣候 有什麼風吹草動 這個大 溫哥維也好 BC省也好 Ontario 整個加拿大也好 可能也會有一個經濟不妥當的情況 而當時 我就很擔心有一個問題 因為今年已經出了一個數據 是多了百多萬的新移民 加入了這個國家 而很多的朋友 當然不會明白到 原來杜魯多不蓋房屋 杜魯多的房屋政策有問題 杜魯多對經濟增長一籌薄展 不懂得搞經濟 而你去了這麼多人進來之後 我就跟老總理有分析過 就是我很擔心 作為一個新移民 或者在這裡的黃口黃面 跟一些主流不同樣的人 就很容易覺得你們來搶飯碗 說我香港人來了 我要帶錢來 那是移民退休的 你們這些傢伙都買貴了我們的房子 你們這些傢伙都炒貴了我們的東西 你們這些傢伙都能夠進入你 這是我過去這麼多年 在外國生活裡面 經常都聽過的一些問題 唯獨是你解決這個問題是怎樣呢 之後融入社會 跟他們想同一樣的事情 參加同一些活動 你不要給別人的感覺 你是過來寄居 你不是過來這一邊 就是招著數 你只可以明節補身 但是也還未代表到100%是可以盲行 是吧 但是 這個問題就是很多有息支持 都好像我這樣說 已經數了那些挪列出來的東西 派錢 負債 不夠房屋主 炒貴了房子 Inflation 貴息 Mortgage 搞不定 是吧 其實就會很明顯 你執政8年 你這些問題是誰衍生出來的 難道是在野的保守黨嗎 就肯定是你一個不懂執政的自由黨 杜魯多基本上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加拿大的國策在內政方面 究竟我們要走向何方 我們要建立一個什麼型的社會 是沒有這個論述的 所以很失敗 第二 我們的產業究竟是怎樣跟美國分工 或者跟美國要有一個 或者可以競爭 良性的競爭 是的 或者你有直谷 我也有什麼谷 是的 那名字這麼大 你做奶尿蝦我做牛丸 或者混合做奶尿牛丸 哈哈 什麼叫奶牛 哈哈哈哈 或者加上墨西哥一起做爆章奶尿牛丸 哈哈哈哈 哇有墨西哥味啊 好厲害的 沒錯加點千年了 是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北美 以前叫北美自由協議 現在就改為美國 墨西哥 特朗普搞出來 加拿大的三個協議 把三個國家的名字 那個簡稱就放上去 是的 其實我們是一個共同體來的 有歐洲 歐盟這個27個國家 或者現在28個國家 也都有我們這個叫做三個國家 其實北美洲 我們佔世界上的經濟的實力都不弱的 由美國領導 但是 特朗普始終都好像給人感覺 就是用唐英年那句說話 條條扯 對不起 就是我找不到別人更合當的 我希望老鴨原諒我 我有啊 我不能出街日 好貼切 就是搞到今天 現在就連你的民望都扯了下去了 是 你自己拿來的 我覺得 你因為太斜 斜做得來就賣文 經常都在賣自己的樣子 是是是 經常都覺得自己呢 我年輕人 我英俊 我有本錢 就是這些這樣的花拳秀腿 就是雕蟲小技 還要贏了老爸的 legacy 就是其實很老實說 如果他有作為呢 是一個聰明一點 或者是肯做事 不要那麼放鬆 其實是 他已經是先天已經贏了很多的 坦白說 但是沒有善用到我們加拿大移民社會的優勢 是 反而還跌落了東方的陷阱 他上任 2015年之後上任 就對中共呢 就有很多依賴 要和中共簽一個自由貿易協議 而要說到呢 差不多沒有中共呢 我們加拿大就不用生存這樣的款 到後來呢 當然 2018年發生了漫漫的事件 又被中共 玩到它借 弄兩個Michael捉了 他才知道 大鑊 原來中共可以這麼浪禮 可以之前和你呢 就清輕道弟 抱頭抱頸抱計 一個不小心 兩個Michael在我手上 你快點放人 哇 到最後還是要靠旁邊的 拜登出馬 老蟲 他給我的感覺 他是一個切頭切尾的加拿大人 吃老本 是不是 不作為 吃老本 普遍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 新來一個地方的朋友 我們都有一些 很不幸 我們兩個 都是出身住一個 沒什麼資源的香港 是很靠努力 拼命 走得快好世界 做事密密手 沒有停手 這樣的做事的方法 很多香港朋友 來到加拿大的地方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那些人 這麼扁的 這麼扁的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你那些很貧積的地方 裡面生活而已 他們隨便 在樹裡面 就用一些Maple Serum 吃一下 在海裡 捉一些Dungeon Crab 也可以吃一下 毛利豆 在沙灘裡面 有象拔棚 也有龍蝦 那就是資源這麼豐富 再不然斬棚樹木 去賣一下 蓋一下屋 那又有錢了 是吧 為什麼這麼客氣 打開多少少許食物 就可以 來 到了多久 就是正正就是這樣 一個這麼富庶的地方 而他家裡 也有這麼多的political 的事留給他 不用需要怎麼努力 自由黨裡面的人 就捧他出來 然後就 遲何下起 就做到 這個黨領 然後就贏了 這個總理的 這個位置 其實他就是 將國家 和他做人的 這個宗旨 好像你這樣說 吊吊吊 吃甜筒 就繼續走下去 所以 不行 貿以為計 貿以為計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到 現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那邊不要聽 不要說人類命運共同體 他其實衍生出來 就叫做 global village 是不是 他根本 大家現在是一個 global village 那就是 習近平就叫他做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 突然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互相是大家競爭 大家是互相合作 大家是互相都要 令到這個世界是做好一點 你加拿大做得不夠好 你其實就很容易 給別人的感覺到 咦 為什麼杜魯多 主政了一個的加拿大 我們美國佬吹雞 要制裁的時候 你永遠是最後的 你譴責的時候 你就 不知道做什麼 措辭好像不是很適當 好了 近來 咦 明明大家都在一個 之前跟大家都有分析過 印太這個聯盟 印度是佔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在最不適當的時候 你又不夠證據 你就發難 又說這個印度 在加拿大的本土裡面 殺了死黑教的這個領袖 都督目前來說 我覺得印度做得很得體的 你就 有資料的 有證據的 拿上桌子 我們一定會 秉公去辦事 都督現在 都督都督都拿不到東西出來 在這件事 你就去對那些五眼聯盟 西方國家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杜有多 他永遠就好像在一個民國裡面 不是很 有一個 compassion 去一起去做好這件事 不夠激情 不夠 participate 好像很 lay back 事情都很慢 所以這次 你又突然之間 喂 大哥 大家現在要在跳霹靂舞 你突然之間變音樂 你說華爾茲 Justin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What happened to you Justin We are doing breakdancing 是不是 你知道華爾茲 其實全然都跟不上個beat 所以連國際也不看他代氣 關於印度 被杜魯多指揮謀殺 Nijia Anne Gai 就是這個在 我們BC 在溫哥華旁邊的 蘇利市 6月10日發生的事情 到現在 印度都還很硬 而且最新還拘捉了 四十多名加拿薩外交官 杜魯多就向英國 向美國也有通報這件事 布林肯也有發聲 印度要嚴正處理 要解決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不是那件名案的問題 而是處理這個外交 杜魯多親自下場做 就搞和那件事 他不是從一個外交 外交很多東西 就是桌面和桌底 是兩件事 你如果要指定印度 就要跟印度說 我拿了證據拿錄影帶 這個人給我拍到 我知道你是國家情報局的 哪一個人 第幾號人物 什麼什麼名字 喂 為什麼 怎麼拆掉這件事 就是他沒有做這些工作 直接在G2的手上 就當場就和莫迪 喂 莫迪這些老油條 怎麼會當面射你啊 當然會耍你啊 結果就和你不開雙邊會議 家印沒有得談 我不是說印度沒有做 我沒有證據說他沒有做 但是我也沒有證據看到他有做 是啊 這個在上兩集我們有分析過 我們開了這麼多個盤口 ABCD選擇題 大家任你選 究竟杜魯多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啊 兩個國家在一些西方的民國的陣營裡面 加拿大同一個印度反台 誰最開心啊 那當然是中共啦 最開心的嘛 中共還加鹽加醋 是啊 在這二十個會裡面 你突然爆發這些東西出來 習近平又不去 那誰覺得很有道理呢 當然是覺得中國 你們這些傢伙自己都亂來的 沒有空跟你玩 那誰有最開心 最合乎他的利益呢 我想這一個 沒有什麼人在我們的節目 這樣去 好像我們的節目這樣去說這件事出來 那件事呢 就真的要查清他 但是他處理手法很糟糕 第二 他給人感覺呢 有一種是用外交轉移內政矛盾之嚴 就是說你現在怕你搞得不好呢 就是把國民的助理就放在那裡 啊 你是印度的 他以為這樣可以拜到那些民心 實際上呢 就現在英國、美國 還不是怎麼出聲啊 是啊 在直至你判決之前 抓到真空之前 印度都是無罪推定的嘛 西方這套這樣的普通法 杜魯多你沒理由不知道 你沒理由未曾抓到一個犯 未曾拿一些硬的鋼鐵 硬的金剛鑽的證據 你就向同印度大興運罪之師 你如果真有吉士 就應該公佈這個人是嚴犯 他是多少號 他是做了什麼 他是什麼 他是印度的 這個Bombay的 這個secret agent 還是怎麼樣呢 你一直到現在 你又肯跟莫迪說 但是你又不說 你抓到什麼證據出來 人家就會覺得你好像是控人 就是你有懷疑他做 然後就說你印度搞的 喏 大家都知道 這些社科教和印度現在的中央政府 是勢成火水 就是等於北京和西藏和達賴喇嘛 和你流亡政府 當然是勢成火水 有你沒有我 敵我 但是當你一牽涉到人命 西方就慎重了 你要有人證物證 有充分證據 你最理想的就是要抓出來 抓不到出來你要公佈 要通緝這個人 就算他回到印度 要通緝他 給印度政府之外 現在正在通緝你的 如果你是情報機關 有名有姓 但是現在你一點都沒有 所以會不會真的他自己 因為大頭太急 以為西方的盟友會幫他出頭 我始終都是我的一個看法 就是你這麼做一件事 益了中共 亦都是在五眼聯盟裡面 你要看到潛水艇那時候的澳洲 英國 AUKUS AUKUS 都沒有你份玩 當然你有很多好好的解釋 你可以說一件事 我不需要這件事 或者其他事情 我始終覺得 美國那邊 有很多的scenario 在重要事件 拜登也上來美國幾次 跟杜友多聊過 小孩 看路 我們這樣走 我確保 大家都要在這個步伐 步你 一起去走 It takes two men to tango 沒有你不行 我其實覺得 一直以來 美國對加拿大在這個抗共的立場裡面 是有一個懷疑的態度的 舉個例子 華為 加拿大五眼最後的埋怒 沒錯 理論上 這個已經令到盟國很憂心 沒錯 很簡單 你兩個Michael's被人抓了 你們都是因為華為的事件 而令到你自己有一個政治的危機 你沒有理由 你不是第一個走出來 國仇家恨 說我拖一口又被你搞倒的 你現在又抓了我兩個人 你華為又在搞搞陣的 我是不是第一個時間要禁止你 大條道理 國民絕對贊成 你用不著跟他說道理 所以出得來還 出得來走 就完了要還 現在華為那時候 中共已經看穿你弄的東西 這個人真是空心老觀 說天下無敵 一做你就歸宿 然後美國 幫你解決了兩個Michael's 起碼美國佔了四分三的力量 才放了兩個人回來 交換萬萬洲 美國其實也犧牲了他的司法 告訴你 沒錯 還有某程度上 美國也是有讓步的道理 因為美國是下插槽去告 曼曼洲的 是嗎 大家也認得 是啊 他可以坐幾十年 是啊 但是美國也是放鬆了這件事 幫你出頭 換回你兩個Michael's出來的 其實某程度上 美國佔是做了某一些的sacrifice 說真的 如果我是美國 我徹底告到你死 是吧 我抓了你進去 然後下來美國之後 我就告到你一分鐘 坐了一輩子 是吧 但是犧牲又不是兩個美國人 是兩個加拿大人而已 為什麼美國佔不 一直踩下去 場戲要這樣去做呢 美國也是幫你解決了一個位 就是將這件事化解了 但是在某程度上 跟隨美國去反共 或者是遺中的情況之下 加拿大我始終覺得他做得不夠 做得不夠 兼萬條絲理得了 對中共還是有偶電、絲連 這些這樣的 卓老爹遺傳的DNA 還是對於中共這些這樣的 社會主義共產黨 還有一些 不實際的幻想 還有一些理想主義情懷 說這些這樣的左膠 跟博希良有什麼分別呢 你唱紅來做這些 你仍然是繼續唱紅 不過你住在西方社會 這樣你就退了 脫離了現實 現在中共不是唱紅 中共本身就是全世界 比脈則還要黑的黑社會來的嘛 所以現在有很多的報導 到很多的那個 無論是民望 還有在國際的盟友的支持度 他的百分之都是在下降的 我覺得我不驚訝的 就是民生的東西 我想我們都說了很多 每一集我們都招呼他 在國際那裡 就是整齊這樣的東西 跟主旋律 整幫盟友對著幹的 好像做些事情出來 就幫你自己國家 爭取利益 但是你犧牲了盟友的一些的好處 就是盟友的一些的優勢 那我有程度上的看法 聯邦大選 接下來的一個聯邦大選 甚至沒有 其他的五眼聯盟 西方國家 都希望有一個 大家跟他們這麼堅定 是要將這個中國限制在他自己國家裡面 那種的barrier 那種的做法 沒錯 你現在看到那種意識形態 世界上已經開始對中共 已經是立去三袖了 已經立到去老鼠仔那裡了 是啊 很多人還在游山換水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還在現在這件事上面 完全沒有一些跡象 你是準備 個案 衝上去的感覺 人家已經是get ready 哇這個人還在那裡更衣 死了沒有 是啊 所以Poliv 就是現在這個博麗智呢 叫做博麗智 叫做博麗智 博麗智 其實他現在也是一個對中國 是一個挺堅強的立場 直到在那裡再次呼籲 我們香港的加拿大的朋友 加拿大的香港朋友 �書麗智 簽的 1998年紀剛才呢 曾經的那裡 國歌 查得上總之 全部都要簽出4 nostra 我有看到 正是dale 2,000多人,大家上去国会网站就可以 凡是加拿大人,加拿大PR都可以的,可以签名的 是的,我先找一找,我记得的 我有时候醒不出,那个是4,3,4,5,2,3 45,3,4 45,3,4,是的,Janny Kwan牵头的一个国会的一个Petition 叫E-Petition 这个就没有分党派的了 你FDP提出也好,自由党,共和党,我都觉得没所谓 因为是保障整体加拿大的利益 没错,就催促杜鲁多,快点搞,不要生生来迟 也都不要,讲完之后,后来就是斧头蛇尾 我们都讲了很多次了 我都真的不断抽一集 都是讲中国干预我们加拿大内政 中国恐吓我们的国会议员 中国的这些海外的Petition 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和城市 讲到口臭了,是不是? 做人板给你看,就在你面前了 是的,就搞我老友,是不是? 就是越洋通缉你的加拿大国民 有了所有的资料 不仅是华文媒体,我们是自媒体 连这个西方的英文媒体都讲了 你杜鲁多和RCNP做什么出来的? 什么海外警署到现在都没有关门 说给人知道 你真是早晚,麻烦你发个通告 我关了哪个省哪个市 几多件海外警署 喂,报下喜讯啦 很明显 我就很怀疑RCNP被人滲透了 很明显杜鲁多其实就是 你也是大哥 我也是你弟弟 大家都是我大哥 就在两边里面,就是找着手 而是谁扭利他的选情 他就帮他们即时转场投诉做事 嗯,不行 那就是选民应该插入这个眼睛 最后选民会背弃他的政党 老杂的中共的阵营 不会当你是任何一个serious 在巴厘那样,指着弟弟 你老几啊,将我跟你说的话 他说出去给报纸了 喂,创造条件啦 意思就是说,懂得做啦 看到啦,你 美国佬就是当你气炎 那种黑社会吓那些小弟的面貌一模一样 美国佬又不会take you serious 也就是对你的看法 戴登这种老油条、老狐狸 你那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人 在他面前来说 You are only a baby, Justin Come on, study hard OK,先读书吧 Justin 他要等我们选民来做一次抉择 大家记住,我们需要的 我个人认为的分析 是要将现在这个联合政府 NDP和这个自由党 都要掃地出门的 如果保守党不大胜 是没有一个新的局面出来的 现在就不是叫做联合政府 在加拿大县制来说 这个只不过是两党的共识政府 不是联合政府 如果联合政府呢 就大权很多 现在就很脆弱的 签了个协议 是的 就是找一个第三党 来backup他 在固住国会票数 阻止保守党去过议案而已 由盟友看到扎连斯基 最近反攻了三四个月 似乎都被人感觉到 反攻这件事呢 是会抗日持久 是一件很艰难 就堪被中国抗日战争那种反攻 那种这么艰难 因为如果在国家军队的规模来说 俄罗斯的军人的数目 是远远高过瓦南 第二 就算他武器多老旧 他始终都是一个 就是打个提示世界大仗的一个 就是大哥来的 所以这个反攻 不是我们期望中 下个星期就会生效 可能下年还是反攻 我觉得现在西方 是在武器支援方面 是计错了 是策略错了 一直都说 怕俄罗斯 会 会 抗大战争 是 但其实这些是废话来的 你怕俄罗斯抗大战争 他就不用打瓦南 他根本现在是一个军国主义 你给他短程的导弹 还不给他 远程的导弹 根本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西方又是另一种 是犬儒主义来的 我自己觉得 由头到尾 在西方世界里面 明知对面的人 你说我比较偏激 或者我做事 比较 我看事的方法要彻底一点 没有孤识这一件事 一直以来 你孤识共产党 你孤识普丁 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件 其实已经是有违 普世价值的取向了 只不过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千丝万扭的金钱 经济 利益 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你口讲一套 和你身体做一套 就是两回事 我想我们都要 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了解清楚 他们这些人 其实就是口讲一套 做一套的 危君子 politician 政客 但是他们也给我们一个感觉 由头到尾 明知这些独裁主义 威权主义 继续会存在 不仅是一个的乌克兰 没有了乌克兰之后 就会到其他的 可能是 波兰 拉脱维亚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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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一分 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你孤识俄司 不是孤识俄司 不是孤识俄司 和德国 他瓜分了波兰 接着就会回来 荷兰 法国 全部都立了 一直是这样的 你只不过 是继续串着肉 以为狼吃饱了 他就不会 继续去狗狗阵 其实就是不会的 他越吃了一次 吃水滋味 他就会继续去再来 我想他们还没吸水到这个教训 总之我自己不死人 我给武器 给飞机 给长程 短程 什么导弹都好 给金钱 他们 每个人都是用这个态度 就是 大家 他不是我们欧盟成员 他不是我们NATO成员 你打他 我现在没有资格去还手 他签了 就行了 但是 就不想 我现在没有资格去还手 因为 为什么呢 每死一条人命 背面里面的反对党 就会拿出来大做文章 但是 现在你要明白到 如果你放生了俄罗斯 让俄罗斯 继续去侵略乌克兰 议长 也不知道什么 他们就说过 被乌克兰今次死亡 被俄罗斯 霸了他们的地方 你就传了个信号 给共产党知道 他们可以搞台湾 你就会助长到北韩 伊朗 这些邪恶势力 他们自己就会觉得 原来世界没有什么功利的 可以胡乱去侵略人的地方 打了一支强心针 但是 现在这个问题 就会爆炸了 以为扔钱 扔资源 扔武器 就可以去继续 但是 现在这个抗日持久的战争里面 就令到每一个国防都很头痕 甚至现在 刚才我们这个美国的议会里面 除了美国的那些经常的 有厌热情绪 是啊 而且你也要不停要付钱 这个乌克兰 那你在这个立场里面 每个国家 包括法国 德国 加拿大 澳洲 或者美国的领导人 你都会面对的压力 究竟我们付钱 给到什么时候 因为你的花费就是 跟国民的公帑要交代 当然他们就会很希望 集园司机 快点孤主一扎 来一个大反攻 打回头 但是似乎现在 扎连斯基 采取他的做法 就是我看一些资料 说 他就想着四个地方一起去 但是 他们这群的 领导人 就很希望他们 就在集中一点 去突破 在一个战争上面 有一些不同的分歧 但是 可能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你又不是扎连斯基 你又不是真的 下场打球 那个 你给了钱 就没有资格 去干预他们的问题 但是 关键是 他有他的一些看法 一些反攻的路向 如果你不想去参与 那你就没办法 是吧 我捐了钱给你 你怎么用 是你国下的事 对不对 老总 嗯 我知道有问题 看他们放那些武器 时间是一个因素 是 真是半年半年 还要训练那些人 那些人不是一时三刻 我现在不是进工厂 明天出来的 是吧 那么现在英国 就准备派一些训练人员 进去乌克兰 亲自在乌克兰实地训练 嗯 那么英国有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难保美国 也都可能会派一些 就是文庄人员进去啦 或者不出声啦 那也都不会排除 德国也会这样做 因为 现在你现在 F16都没到 现在最快都可能是 圣诞节或者是 圣诞节之前到 那么去到都要搞一大轮 你才第一架飞上去炸人 是吧 那么搞得来都下年了 那么这场仗呢 还要死多少人呢 俄罗斯是受不了 但是他多受不了 他不信 他国家 哇 那个体量大 虽然他只有 那个人口呢 就是 就是 比上来 好像跟美国差不多 三亿多好像 比美国少 三亿五千万 跟美国 接近美国 但是他觉得 当然 世界第一 全世界最大领导国家 他烂船几分钉 他还可以 用二次大战 剩下来的武器 军火 但是你现在 烏克兰呢 就是要靠 集排武器的供应 那这种打法呢 就是代理人家的战争 烏克兰就是代替人家的武器 真是全世界武器的一个安抚 每个人涌入来 接着他就 適应就教他打 又有 不是计三百公里 五百公里 又打到哪里 是 比我感觉 人家 俄罗斯就是 放手放脚打 川普就来 你去抵抗人呢 就疾住 又要看 不要打到别人的国土 那 当然现在已经不理了 烏克兰 一路去炸到 就是默斯科 现在最新炸到索契 是 索契是不是搞过东河那个地方 OK 又是普京和一些权贵的度假升地 那 我就很担心 就是 抗日持久 令到西方那些人 就不知 支援到你什么时候 一年可以 到第二年开始 那些人就会说 喂 我们自己 通胀 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自己的房屋 就是 于是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的忠心考虑 第一次就义愤填膺 再来呢 就会很激气 喂 搞到什么时候 现在共和党就利用这种民粹了 其实呢 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的时期呢 我们就已经是见到 美国有类似的情况 还见到国民党的一个政府 当时美国派了一个叫史迪克的 史迪威 史迪威 史迪威的人去监管 是的 那他就对共产党 对国民党的一个抗战的做法 就很不以为然 又说贪污 是的 又贪污 又这一样东西 就是 令到 原本 宋不知什么是庆灵 还是美灵 就去这个国会演说 哇 接着大家拍了手掌 宋美玲 宋美玲 那时候董介石夫人 是的 穿了旗袍 说英文 一个民国的妇女的优雅 和现在那些大妈 是完全是两回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 是吧 那就是 哇 好得他们的民心 哇 满口流利的英识的英语 是吧 大家捐钱都捐不钱 但是你打打下 打来打去 国民党不断退 是吧 就是把这个日本人 拉到这个泥沼 当然国民党 有他的战律上的做法 就是拖到你日本人 200万的军力 在这个中华大地里面 没有办法扔下去太平洋战争 去抗战 但是史迪威的看法就是 他觉得 你这个打得进彩些 打回头 或者越退越缩 小孩子玩鼓鼓 越玩越缩 这样的情况 在这一方面 大家都记得这个历史 当中也是 令到间接导致到 后来的国民党 对抗共产党的时候 美国的支援 一停止了 就立刻出事了 是吧 这个是要吸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乌克兰 就真的要很小心 你现在打过超过一年半 没可能再离境两年半 你这样打下去不行的 烏克兰会受不了的 是啊 你人死了很多 烏克兰里面的人 也都可能会厌战 不够兵源 也都要强制要抗战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大的怨言 你外国不断都可以供应军火 但是你不可以供应死了的那些人 你不可以填一些外国人下去的 他们又不懂烏克兰语 又不懂俄语 做固容兵都不够资格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场仗的确是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反攻策略 还有现在开始讲淡和的条件 俄罗斯又放声出来 又说我要恢复1991年的领土 只要你停战 但是大家都知道 烏克兰都知道 俄罗斯是想用这些这样的利益 是作为一个buy time 的借口 我们重整军容 再招集多少十万人 再打过 是绝对没得相信的 现在你有两个的策略 短情的 就是要俄罗斯里面 普京一个人人头落地 只要他死了 才可以停得到战 长远的策略 就是要确认俄罗斯是一个reform 重新要改革 要到近期才有西方国家的体制 他们和西方国家变为一个民主体系 就是加入国家又要做到的水准 要做到这样的水准 这个欧洲大陆只是会有安全的地方 同样在中国的战争 你一定要习近平立刻人头落地 也要令中国共产党 把统统一的中国 分裂到中华的联邦 即是打散了整个中国 即是殖民进去 你才可以救得到这个世界 这个是一个长远 我个人主张的 应该难做 但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 去如何修正一个看法 你邪恶的主张 这些人一日再存在 两个大邪恶的国家 你后来 你有什么伊斯兰 有什么伊朗 那些都成不了大气候 那些只不过是一小丑 在那儿跳梁小丑 吵云巴蔽 你打了两个大佬 彻底把两个大佬搞定了他 因为世界上是真真正正和平的 但世界上没有人有这样的决心 但到了这一步 当然要死伤枕值了 哎呀你真是 打小人就很多人都有兴趣去做 三月那时候 春天打小人在那儿跳梁 但打大佬呢 大家就各有心事 没错 现在中俄这两个大佬呢 就不敢 局势就看到 中共那种这样的徐势 的确是急准直下 普京究竟他活牙得多久 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意志的 没错 现在意志 就是两个人是说什么呢 我左手握住你的神浪 你右手掐住我的这个音囊 大家互相发力 看什么时候听不信 哎呀我认输一下 我不要拿这些牌子器官来搞啊 你知不知道明白了那种痛法 和那种enduring 就是令到那些男士一听你的节目 哎呀,我的神囊又會有污染 我的陰囊又會有事 你經常都說,說得整個心驚膽吊 你不是用這種形式去體驗不了 他們兩個國家在互相捏的那種動作方法 真是一個意志西方一年之間 是不是真的決心要消滅這些邪惡的源頭 如果你不消滅,就像伊拉克 你不消滅薩特摩和侯塞恩 你不消滅卡達菲 你不會有一個買到一段時間的和兵 你如果在波斯灣戰爭 是啊,你舉個美國,是啊 大撒森林武是困人的 喂,如果那時候不困 他沒有辦法去砌這個侯塞恩 伊拉克現在仍然是繼續軍閥割拘捕 北菲利比亞還是卡達菲和他的兒子 繼續去統治 這個世界可能更多的911會發生的 沒錯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沉重的價值 要去比了 但是是不是會換一個長治久安呢? 如果不是打一個二次世界大戰 死這麼多人 又怎會有幾十年的和平時間呢? 現在的歷史也去到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是,真的希望不要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啊 盧哥 希望呢,上帝的大輪呢 令到那些邪有俗心的人 突然之間暴斃啊,死啊 或者吃飯啃死的樣子 沒錯啊,或者看看那些歌舞團表演的時候 即是… 開心過頭,腦中血 是 然後躺在後面 很不皺癮啊,這樣是善忠來的 哈哈哈哈 哇,你給人一些這樣的善事 哈哈哈哈 你想怎樣?你想抽空流血吧? 是 哇!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太密集了 說到那些網友以為我們在拍恐怖片 我知道阿龍哥有很多鬼片 不過今集不是鬼片的預告來的 突然馬上衝血 嘩! 這樣這麼正啊 然後那些鼻血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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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善良的力量 快一點能夠制敵到這個 黑暗和邪惡的勢力 其實那個問題是有一個很清晰 而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危險 但是關鍵就是 這麼多的國家究竟有幾大的決心 就是用利益和核心價值去做一個取捨 大家要認住 這次是價值觀的決戰來的 是啊 不是就是國家與國家 是人類價值觀的決戰 是一個你和邪惡和善良的決裂 你如果不能夠善良克服這個邪惡的話 就等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希特拉的勝利 大家想像的後果 會怎樣的 如果他勝利 沒錯 好! 那我們來到第三個部分 都緊緊香港十一黃金洲 這次貴客沒有到 哇! 比起2018年 大陸的人下來得17.8萬 在國慶日 少了2018年同期三成 是不是預期之中呢? 我想他們忽略了很多點 有很多事情就很一廂情願 是嗎? 現在其實有很大的問題是 你通關之後呢 很多的香港人就不想消費了 這個程度呢 其實就沒有特別多了人去 只不過呢 大家都是多了選擇去 OK 沒有選擇留港消費 我也有分析過一個問題 很多朋友就會有一個叫做躺平的心態 第一 不積極去再賺錢 年輕人的看法就是 我賺到錢 我都未必一定要交稅 OK 我做我的方法就是 總之將我自己跌低的一個稅網 又或者我打一些現金工 OK 我不再跟你談什麼長遠保障 最好不要交這個MPF 即是餐粉餐吃餐清算了 餐粉餐吃餐清 好了 另外一邊的 幾年沒有見親戚朋友 新來港人士 打開了一個關閘了 當然是回去多點去探探探探探 那你香港97年以來 近200萬的這些新來港人士 那這群人就不像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那樣 回去大陸 為什麼回到大陸 回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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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見過 大陸的東西又不喜歡 他們已經是習以為常了 在中國大陸裡面的生活 喜歡吃老乾媽 海底撈 都習慣了 你跟我說吃 我都傻了 有這麼多東西不吃 吃這些垃圾 即是他們不抗拒那種中國式的生活 好 第三項 林鄭月娥年代開始 一直倡議的 一小時大灣區生活圈 求人得人 你打得這麼容易上去 在中環坐車 都不需要見地底 都可以回到深圳 隨便在黃江巴士 你又可以去黃江 是吧 你還有這麼多的關口 又高鐵 又成成 是吧 那你是 asking 這件事情 市民響應你大灣區生活的 你突然之間 又要別人留港消費 那你又精神分裂 你想怎樣 是吧 所以 更加不要忘記 有很多香港人去世界各地 就算有些 他去日本特別多 是的 就算有些中產 有中產的 他都可以選擇 真的去體驗大陸的東西 深圳的東西 高檔東西是怎樣 他都可以選擇台北 韓國 首爾 日本東京 大阪 他們這些高檔生活 servicing industry 未必一定留在這裡 好了 更有甚者 我們的加幣對美金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現在是一元的加幣等於5.6多 這個港幣 那麼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美金和港元掛了歐 港元是強勢來的 再者 你現在人民幣插水 哪些東西好小一點 是吧 當我鹹米 煮不到鹹飯的時候 我那些錢 我都是要想一下怎樣去花 而回到大陸 哇 他們那種搶香港人上去消費的那種策略 是不會被你搶人才輕的 加上你港幣又強 是吧 你吃完海底撈之後 還可以捏著腳 還可以睡一會兒 是吧 這個你就很明顯 再者 你那些傻觀 弱智 拿白卡人士 搞了那些 野市經濟 野市經濟 懂事的 就被你笑死 不懂事的 被你困了進去 就被你嚇死 裡面吃二十元吃幾粒魚蛋 這麼貴 我都算過一條數 在節奉裡面 三個同事 走到灣仔 夜奔 夜奔薪 是吧 每人花八五元 根本不可能飽 喝水都沒喝夠 是吧 你八五元三個人 就是四百五十 走到外面的內店 內店內店裡吃東西 四百五十 煲仔飯吃到飽得不得了 嗯 那你這條數不敢計 嘛 是不是 你怎麼持續呢 還有你 吸引不了人下來之餘 原本應該在內街裡面 食肆 娛樂場所要消費的人 多謝你不少 就去掉了 夜奔薪 你就免別人的租 因為你搞到人家斷電斷水 一會兒又不讓人家開檔 是吧 那裡面那些就是 真金白人十幾二十萬 月租去買個地舖 那你怎麼商量呢 是吧 所以 就有這樣的情況出來 那些官自己做出來的 是啊 其實根本 從頭到尾 你不是要搞夜市 你要搞夜晚活動 夜晚活動 不是代表只有那些攤位賣魚蛋 一個很 夜總會 是啊 很簡單的 要有很綜合的夜間活動 你要搞清楚 還有午夜場之類 你現在的香港人口結構 現在全部都 最年輕的人分中是我都未定 或者老人家你都變成年輕人 香港人是老化了的 老總 走了那麼多的人 老年化了 那麼多的老年人士 年輕人 你要吸引那些年輕人出來 那些年輕人的經濟能力 從不早都承托到你想要的東西呢 年老的人 就算你出了 又龐丹 又葉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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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舊水 就是我們想到那些 認識的那些 難道你給年輕一點的 你頂得順嗎 真的不要開玩笑 那他年來 厲害 那你也想不到 你真的很失敗 你就是憑丹 來自那一段 還是三十年前的 是啊 是啊 那你想想 我們都出不了 那些年紀大了 那些朋友 有時候都不想 晚上再做這樣的活動 你的人口結構不同了 是不是 你要搞的事情 你就在那些邊遠的海邊 裡面 那些海景 但是你對內街裡面的食肆 那些新風格就好 不是 要要要要 要要要 要要 要九秒九秒跑回去 沒有 你怎麼搞呢 你搞不定 所以其實整體 在一個大氣候 這個環境 是吧 就是我們的人口結構 以及他怎樣去做這件事 全部都錯了 是吧 那整件事怎麼會成功呢 又不對正 又落錯弱 又落錯弱 是吧 那你大陸裡面 其實這個夜間經濟 你記得嗎 在一集的《香港人家書》裡面 我們講過有件事 叫夜經濟 我們有講過這件事 叫夜經濟 那別人一起來的國策 你就要想一下別人的國策 別人的消費能力 別人可以做到些什麼的事 和你這個城市 你是不是需要這件事 由此至終 我要的香港的夜經濟 是Top Down的 只要你夜總會 大富豪 中國城 照街人 是吧 這些地方 就是全部 新花都 就是有回來了 東方中泉 日泉桑拿 就是這個鑽石桑拿 這個黃都桑拿 或者是這些不同的桑拿 或者是這些不同的桑拿 都要回來了旺角的夜場 夜場 你自然就因為你Top Down 就會有這些高消費的娛樂場所 然後又會帶旺很多東西 大牌檔 是吧 七十一 食肆 即是連鎖 連鎖 關係的企業 你怎麼可以賣魚蛋 帶得回旺角的股票的升幅呢 只是昨天 差點的icon 跌穿萬七點 蒸發了幾百點 你賣多少顆魚蛋 才可以將那個經濟 把那個經濟移回上去 這麼簡單的東西 這集的食室米 是完全不值得用心的 其實夜市經濟 不是官員搞出來的 是市場決定了的 沒錯 是真的有一幫人 是懂得搞 還有他真的有辦法 拿到一些 真的去做夜市 無論你夜長 夜廳 黑廳 什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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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一幫實力 在那裡 然後那些生意人 就是投其所好 就不需要政府 任何一個字 不需要你任何一個官員 做任何事情 就有了 你沒有了 誰去拿鬼坊消費 你沒有了年輕人 誰去disco跳舞 你沒有了那些有實力的商家 聊生意 誰下夜總會 你一直都沒有了 是不是 現在那些 不要說夜市 喂 七八點八九點 旺角 以前我們在 什麼瓊華酒樓 後面打到城街 以前呢 人山人海 現在呢 水靜 鵝飛 就已經知道 夜市沒得搞了 因為你整個 國安法本身 就是夜市的最大殺手 走出街都會被人鬥 還有你晚上出來 每個幾輛 戰術半身的警察 既定定在那裡 旁邊的衝鋒車 後面的街 就整個豬籠車 不停在那裡巡邏 你在這樣的心情裡面 你想不想去玩得開心些 你都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出事 玩得大聲些 那個人揹著機關槍 衝鋒槍 就揹著你 是吧 你可以覺得自己賊 這樣 怎麼搞呢 沒有啊 國安法是 基本 是令你整個香港 瓜直 你不去理國安法 就固者 收收寶寶 是懸目求余 沒有可能的 我 我就真的 就是 你也都因為很多的朋友 說真的 尤其是中國人的特性 吃喝玩樂 他們是最追求的 你跟他們說什麼高尚一點的事情 不是那麼多人懂得聽 貧窮的也是這樣 有錢的也是這樣 貧窮的朋友 他們都說 我已經生活得這麼納逼 你還要在香港捱貴的東西 你的房地產政策這麼貴 高地價政策 業主又不體諒 李家超就做到 夜奔薰 旺丁旺財 經濟 還好像想加賣 是啊 你在這樣的情況出來 政府都說做得好 商戶又說賺到錢 你跟我說減租 你是不是傻的 你以為業主會不會減租 當然不會減租 那你的錢是這麼貴的 那你這麼多的香港的朋友 喂 我都要平衡我的生活 就像我老的那樣 我都要去買玩具 玩一下 是不是 就是要玩具 平衡 平衡等你不用做到傻 他們一定會上大陸去玩的 因為是便宜的 是啊 是啊 你是不能說他錯的 其實 是 這個這樣的 黃金洲 對香港來說 又是一個社會經濟的 一個大的測試 也都看到李家超 全部都不是那些 無能為力 無能為力 不 就算他們有能也做不到 何況是無能 是啊 無能就更加不會有表現 還有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空口說白話 假大空 不是那件事 就是說到 歌舞姓平 又暖邊 自由之急 吹 吹 吹自己政績 是啊 吹到鄧炳強 就單眼 要不就單眼強出來 是啊 吹到自己 沒眼看了 是啊 是啊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爆了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按個like 小夕出去 下次節目時間 再和大家聊天 多謝大家支持 好 親請 拜拜